融合教育是一间主流学校 有一般学生和有学习需要的学生 如自闭症 轻度智障 发展迟缓 或者是读写困难的这些学生 那么一般的家长呢 他会觉得有学习需要的学生呢 他会影响一般学生上课学习 因为他们会担心 可能他们会突然大叫 会突然起来打人 那么在我们学校没有这种情况 我们老师呢 他会教导学生去接纳他们 并且也会向他们解释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情况 下午早 请坐 学习需要学生的第一批小学 每一年我们大家庭会加入新成员 那么呢 我特别希望我们老同学呢 会照顾新来的同学 大家一起努力 周会时间较短 因为这个礼堂呢 没有冷气 而且露天 环境呢 也是比较恶劣的 所以呢 我们的早会较短 大概呢 只有二十分钟 我希望学生能够集中 一些有学习需要的学生 在其他学校可能不被接纳 但是来到我们学校呢 可以发掘他们的潜能 例如呢 我们这有一位学生呢 他既是自忧呢 也是有学习需要的 在旧的学校呢 引发了很多的课堂和行为问题 来试读后 他告诉妈妈 他觉得这学校有家的感觉 那么有一幕情景呢 我很深刻 当他做错功课在哭的时候 有的同学呢 问我借纸巾 给他纸巾抹眼泪 那么这位二年级的学生呢 他也按着他的肩膀 安慰他别不开心 等静点 当时呢 让这个学生真的感受到了爱 不过 教育局推行融合教育以来 成效并不显著 很多学校为了升学率 都拒绝接收这类学生 偏偏 紧强来者不拒 因为他很早已经体会 爱心教育的重要 中学的老师很好 我们经常是勾肩搭背 好像是好朋友一样 有一次呢 也是很感动的 自己没有钱 交书费 老师呢 知道后呢 他就借钱给我 他们知道我跑不好 替我找校外的训练班 经常跟我聊天 去了解我 所以我觉得当教师不错 可以跟学生聊天 可以生命 影响生命 加上呢 我自己喜欢足球 我也喜欢做运动 也想想在师范学校 可以选学体育 我就入读了师范学校 我上学的时候 有师兄师姐来传福音 邀请我们去布道会 有一次呢 有位特别熟悉的同学 当时大家都爱玩 有一次呢 他说 他已在布道会上绝制了 我心想 你可以绝制 那我也要绝制 当时呢 就上教会去听了讲道 但星期六 星期日 我不去团契 我觉得星期六 是个黄金时期 我要出去玩 跟朋友去见面 我要去打球去 高大的景强 一直以来 都是一位足球健将 所以91年 他师范毕业后 正式成为一位体育教师 第一年教小学 第二年呢 我教中学 当时呢 跟学生建立了 很好的关系 我记得有一次早会 学生呢 排队上课 当时呢 有一位中六的学生 来问我 老师 您进来不开心吗 看你好像很不开心 我说不是 只是睡眠不足 其实当学生知道 你关心他们 跟他们建立了 好的关系 你的一言一动 他们都很留意 若有一天 他们想做傻事 但记起 吕老师 很关心他们 吕老师 很欣赏他们 可能就从此 打消了一些傻的念头 所以 一直以来 景强都很受学生爱戴 更在他33岁那年 由体育老师 晋升为校长 不过 风光背后 原来 他也有一段 迷失的日子 工作上有不开心的事 如人事问题 自己的生活颠倒 有时候 我跟朋友吃饭聊天 往到两三点 第二天早上六点起来 那么再继续下去 总觉得心里很不妥 当时呢 自己想重新回到教会 过教会的生活 神很爱我 他到时候就让我知道 你玩够了 当校长的第一年 教会跟学校有合作 我的学生呢 都来自国内和基层 他们需要更多人的 关注支持和帮助 当时呢 牧师问我 能不能上教会去 在那里很舒服 很温暖 唱了两三首诗歌 我都在哭 好像自己找到归宿 回到神的身边 原来 新会商会学校的 前任校长 因病提早退休 紧强接任后的 第一个挑战 是推行融合教育 全校 百多位学生中 三分一有特殊学习需要 有败数是新移民 第一天开学礼 我从台上往下看 有一同学呢 他不断站起来 坐下 再站起来 坐了很多次 但很奇怪 令我印象很深 他临坐的女同学 只是按着他的肩膀 帮着他坐下 他站起来的时候 就按他再坐下 为何这么特别呢 第二天周慧 他的次数减少了很多 第三天没有了 很惊讶 怎么会这样 自己教体育 教他们跳绳 很多人做不来 我心想如何教下去 他们连这么简单 也都学不会 但却让我看到 这班同学有些特质 是我教体育以来 所没有见过的 那么上体育课的分组比赛 人人都想赢 但这班同学 他们不计胜负 能力不高的同学 他们会拍掌 鼓励他们 做不来的同学 他们主动走出来 拉他们 来帮助他们做 有时他们说话 不清楚 可能写字方面 不太好了 我会教他们 同学之间呢 他不会发生歧视 欺凌 不会因别人 有学习需要 而你去捉弄他 我们没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儿子呢 来读小一 老师告诉他们 可能上课呢 有的同学 无法控制自己 可能会哭了 会叫了 你们要鼓励他们 不要嘲笑 也不要骂他们 儿子回来告诉我 我问他 有这样的同学吗 他说有啊 大叫啊 我就问他了 你有何反应 他说双手盖着耳朵 不过呢 记得老师教 不要笑他们 不要骂他们 在过程中 培养孩子 学会体恤别人 070 灵骑士的校风 吸引了不少家长 好像吴绍华 这位传道人 他有两位 就读小一 和小二的儿子 本来在主流学校读书 也申请跨区 转校来到 我呢 就是被校长的 这个理念吸引了 他让有能力 和能力不高的人 一起学习 有能力的人 更有机会 帮助别人 这才是人 在社会应该追求的 所以呢 我家住在全湾 也要来上环读书 以前上学校紧张 每天要检查 是否做完功课 儿子形容说 像坐牢一样 乐趣不大 责任为重 但是 到这里来最大的分别呢 我问了他们很多次 在这里开心吗 他们说很开心 很开心 看到很多学生的生命 在这里得到了改变 比如说 有两位六年级的女生 他们担任风级队长 虽然很忙 每星期都要去当职 但是他们愿意花时间 比如说 用午饭后的小修时间 去低年级 帮助自理能力较弱的同学 帮助整理校服 记鞋带 我有时候就问他们 长大之后想做什么 他们说 想做医生 护士 这样能够帮助身边 有需要的人 我听了很感动 我们学校是栽培人 不是成绩 可惜以人为本 在这一成绩挂帅的社会 从来不是最重要 学校一直面对 收生不足的问题 08年 由于小一 收生不足16人 锦强收到教育局的 杀效令 教育局说 不批准办来年的小一 有几个方案让我选择 我们选择停一年 停办一年的小一 办下一年的小一 为何坚持办学 对有学习需要的 学生家长 帮他们的孩子 找到愿意接纳的学校 也帮助他们的孩子成长 若学校停办了 他们何去何从呢 心里很想 为他们做点事情 不单这群孩子 能够得到帮助 而且还有国内 来的很多孩子 他们来到香港 很多学校都不收他们 他们说英文 差会影响学校的成绩 但是呢 他们来到这里 在这个学校 他们成绩都很好 我们有些同学也哭了 因为这学校很好 教我们如何跟人相处 当时我跟神说 我将学校交给你 我知道你很爱他们 你为他们必有计划和安排 那个时候有人问我 你会不会失眠 或者是不开心 我当时心里很平安 因为在就校期间呢 我每天晚上我都睡得很好 我想我是有信仰 我是有依靠的 让我学会 我凡事都交托在神的手里 人的能力是很有限的 于是学校唯有在08年停办小一 到09年再获教育局批准续办 不过只是短短一年后 在10年再次因收声不足 接到杀校令 当时我很激动 我们已经多次跟教育局 讨论这个问题 表达我们愿意照顾 很多的弱势群体 其实很多有学习需要的学生 在我们的学校里面 他们能够得到成长 既然这个学校受家长的接纳 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果校 为何不给他们一条生路 让这些学生走下去呢 很无奈的 当我二女儿要生小一那一年 学校要杀校 当时真的很难接受 因为学校不单有热诚半容和教育 而是有能力吧 一种老师也有爱心 我深信有很多老师 如果要另外找工作 他们一定能找到 但是他们坚持留下来 为什么要继续做下去呢 因为跟校长的信念很像 我们都不希望这群学生 去到别的学校 可能三十多人一般 他们坐在教室的一角 可能一天到晚都学不了多少知识 我们不忍心见到这种情况出现 这里有很多基督徒的同事 如果他们看到我做得很辛苦 很想哭时 他们会主动放下繁重的工作 来安慰我 跟我一起祷告 这都是很感人的场面 有的校长联络我 绿静强 不如你转工到别的学校 学校面临关闭 这不关你校长的事 开心呢 是觉得有人会赏识你 有人会关心你 但是呢 听了这些话之后呢 我却哭得特别厉害 面临杀校的关头 锦强办了一个旧校大会 希望筹钱向教育局申请 以私营方式开办小一 有很多的家长 还有毕业生 社会人士一起分享 当时呢 有一位学生 第二天拿了好学生奖 我觉得是个转折点 他获奖的时候呢 有记者出席他的获奖典礼 学生有很感人的分享 你放声我的母校吧 让母校继续地运作 当时呢 就感动了一位热心人士 他愿意捐钱 给我们办私立小一 其实想想 若早一年 这位学生读小五 跟学校感情不深 再若迟一年 他也毕业了 也不会分享 发自内心的感人话语 神的计划 不是我们所想 有时候会想 为何要我们经历这些事呢 原来 神要我们经历这些事 是要我们所做的 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 几经波折 学校终于筹到三百万 在一零年 开办私立小一 这一年度的小一 有十位学生 很快过了一年 今天是2011年9月1日的开学日 今年看到这般一年级 感触良多 因为我们招生的时候 正办私立小一 我们的前景不稳定 但很感恩 人有很多家长 对我们信任 让子女来到这里读书 整个招生过程呢 我们都是靠着神 带我们前行 很感恩 今年这班学生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原初呢 预计会有十五六个人 但现在呢 招生的已到了十八人 你帮我 你帮我去 给你了吗 好吗 我想没有人能够救这个学校 只有神 希望跟教会合作 做学生的福音工作 我也觉得 无论这学校能办多少年 能做多久 就做多久 附近呢 有很多的教会 弟兄姊妹呢 也是义无反顾的 来帮助学生来补习功课 他们跟学生没有任何的关系 也不认识他们 但是愿意付出 这就是基督的爱 当中呢 也有学生觉知信主 我觉得福音真理 对他们很重要 他们生命的老师 不是我们 生命的老师 是耶稣基督 我也跟学生说 我只能陪你六年 前面的道路如何走 只有神 带他们走前面的道路 踏入2012年 是学年的下学期 这半年来 由于不断有差班生 小一人数 已经达到27人 虽然学校始终前路茫茫 不过 琴强仍然会尽上 最大的努力 如果我不是来了这个学校 英文不会进步的这么快 现在可以入读好的英文学校 很感谢学校 给我机会来读书 希望学校可以维持这种精神 让有需要的同学入读 教师弟师妹照顾 不同阶级的人 这些经历 让我看到一件事 当将你的事 交托依和华 并依靠他 他就必成全 神通过老师 帮这群弱势孩子成长 帮助他们学会爱 我想 这在人的成长中 是最重要的 读书好又如何呢 人人读书好 只顾赚钱 用尽手段赚钱的话 不会有和谐的社会出现 我们的学生 在这里很蒙福 因为他们每天的生活和学习 都跟不同能力的孩子相处 我记得保罗说过 神 你的恩典 够我用的 因为你的能力 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觉得说得非常对 我吕景强 我算什么呢 比我聪明的人很多 比我会做校长的人也很多 但我会特别地感恩 在这几年的困难中 我能够有机会和神同行 在当中有保守 有祝福 我觉得我非常的感恩 联系我吧 奇迹也会发生在你身上哦